每个人对于旅行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也许是想从原来的生活里脱离出来 找到最初的自己 也许是一种心情的释放 去满足憧憬和好奇 也许是去感受旅途中的人和事 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文化 而我理解的旅行是用本子和笔 记录下那些感受收获和成长 因为用画笔去记录的同时 会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发现旅途中的小细节 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另一面 美丽的画面可以拍下来 而自己遇见的故事却是无可替代的 这才是我想要的旅行 记录每一次的收获 让旅行变得更有独特的意义 这一次的课程呢 老师会分享一些做旅行笔记的使用方法 怎么用线条绘制旅行地图 怎么画出有趣的版面 怎么快速画出好看的旅行图案 怎么绘制自己的小故事 不论是一个好玩的手绘旅行计划 还是旅途中看到的迷人风景 甚至是旅途中发生的蓝忘故事 通过这些方法 让大家都能做出属于自己的旅行手绘本 那现在就来看一下 绘制旅行笔记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吧 这次的旅行手绘课所用到的画笔呢 是一支勾线笔 一盒彩迁和一个本子 勾线笔主要是用来画外形 彩迁呢就方便上色 其实出去旅行 只需要戴上几支常用的颜色就够了 太多呢反而不方便携带 还有一个就是必备的本子啦 本子不需要很特别的 方便自己旅行携带就行了 除了主要工具之外呢 在旅行途中还可以收集一些门票 车票收据之类的 这些都是可以利用起来当素材使用的 还有一些纸胶带 可以当装饰来使用 如何用手绘制作一个形成计划呢 就是把这几大篇文字形成 做成一个简洁直观的地图形成计划 可以对比一下文字看起来会让人觉得 很晕而图文结合的方式看起来很直观 快速的就能找到所有你需要的信息 好了 现在我就分享一些做手绘形成计划的方法给大家吧 首先我们要把形成计划中的要点给梳理出来 这些都需要事先搜索记录好 然后再开始绘制 一开始要先把去往的目的地的大致地形图做出来 地形线路可以在网上搜索好 然后呢 再用简单的线条 把地形线路画出来 用单线条就可以了 不用画的太复杂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用贴的 用纸胶带把地形路线图贴出来 贴的时候呢 可以简要地概括出路线的大致形状 不用按照地图上的每一个转折点 很细的细节都贴出来 地形图做出来以后呢 就要把具体地点给标出来 这里呢 就需要运用到一些标示性的小图标了 例如一个小旗子 或者图钉 圆圈 星星等图案 这一类的小图标呢 越简单越好 可以用不同颜色的彩线来画 这些小图案呢 几秒钟就能画好了 图案呢 直接涂成色块就可以了 这些图标呢 主要起到标注的作用 就像这条线 一个是起点 一个是终点 分别用圆点和小旗子标出来 中间呢 一定要去的地点 用星星图案标出来 这样一条线路就很清楚直观了 还能看到它们之间的距离 接着我们在地图上画一些图案 为的是把文字性的形成计划 换成简洁的图文版的形成计划 例如这个地点是我们第一天要去的地方 巴士站 是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开门 然后需要带上身份证买票 那么这一长段的信息 我们可以用图文的方式来表现 直接在标注的地方 用彩签画上一个巴士车 并写上简要的文字信息 时间和需要的证件 然后配上相应的图案 让信息更直观一点 这样是不是就很清晰了 方法我已经教给大家了 现在我们就来实践实践 把前面的图案都运用起来 做一个手绘的形成计划 这一次的案例呢 就是上次和娜娜老师一起去新麦玩 做的一个旅行地图 去之前呢 我一般会搜一下 清麦的大致地形图 还有它的地标性建筑 清麦呢 有一个古城和一条妹平河 这也算是最有特征性的地标了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 这两个地形图做出来 这里呢 可以直接用纸胶带来贴 这个古城有五个门 为了方便更好的识别方向 和地名 可以把五个门的名字写上去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住的地方 和要去的地方给标出来 这些地方呢 是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出 大致的方向位置的 我们住的酒店是一个主要地点 可以用一个小旗子标出来 然后用纸胶带把古城到酒店的线路标出来 必去的地点呢 可以用星星图案标出来 并且写上地名 一些备选的地点呢 就用其他颜色和形状标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地方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例如林曼路是一个比较休闲 有很多美食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旁边画一个咖啡杯 或者是餐具 表示可以休闲吃东西的地方 而阿卡巴士站呢 直接画一个巴士车就好了 而古城寺庙呢 可以画成一个塔形的建筑图标 早晨花式呢 可以画成一束千花 这种图标呢 要越简单就越好哦 好了 现在就来看一下 画了图标以后 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每个地方的特征了呢 重点是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哪些地方离住的酒店最近 而哪些地方呢 比较远 这样呢 就可以去调整每一天的行程安排 例如第一天可以先去林曼路 因为这里最近 第一天嘛 可以先熟悉一下当地 然后第二天呢 就可以把古城寺庙和找成花式 还有周末夜式 安排在同一天 这样就可以先去找成花式 然后再去古城玩 晚上呢 就可以逛周末夜式了 而第三天呢 就可以去青南 要到阿卡巴士 去找到绿色巴士买票 这样每一天的行程就安排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要把行程安排和行程提醒攻略 写在相应的地方了 还可以画上一些小图标 例如第一天是林曼路 可以在地标上面写上day one 一定要尝的美食名字 一定要去的店 写在这里 文字一定要尽量简洁一点 然后可以画上相应的小图标 图文的结合会让版面看起来活泼很多 用同样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把第二天和第三天的行程功率画出来 注意一下 攻略信息可以把一些提醒的事件 时间清楚地写上去 例如最后一天是巴士站呢 巴士的时间 然后下车的地点 一定要记得写清楚 因为这里是国外嘛 要提醒自己 上车呢 就要与司机沟通好 免得呢 下错地方 还有呢 要记得买反乘票 好了 那么这几天的行程安排计划就写好了 这样就简单明了 一眼呢 就能看清楚一些重要的提醒 还有计划 左下角还有一个空白的区域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空白区域 把重要的交通信息 时间提醒写在旁边 关键的信息 可以用图标标出来 做一个重点的提示 最后可以给每一种车 画上相应的图案 这样看起来就会更直观一点 整体形成计划画好以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上色 但是要注意几个涂色要点 第一呢 是涂色不要过于复杂 因为图案本身太小 如果涂得太复杂 整个看起来就是连在一起的 第二呢 涂色注意留白 有一定的留白呢 会让图案轻松一些 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 把酒店的名片贴在行程上面 这样呢 酒店的信息既方便查找 又不会弄丢 而且重要的信息 都集中在这一页上面 这下面呢 还留出了一个空白的区域 可以在旅行中盖上当地的油搓 这样还能让自己的行程计划 变得有纪念意义 那么整个行程计划就画好了 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 怎么记录旅途中的小故事呢 只需要我们掌握一些小技巧 叙事方式 版面 还有一些简单实用的画法 就可以做到了 在画之前 我们需要先整理信息和叙事方式 这次我们要记录一天发生的事情 例如这一天里面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是中午吃了一顿很美味的午餐 第二件事呢 是遇到一家超喜欢的首饰店 第三呢 就是路过了一条很小清新的街道 除了想要画出这三个事件以外 也想要把当天搜集的票据 做成记录里的一部分 这呢 就可以当成第四部分的内容了 接下来呢 把这四个内容 规划到版面里面去 例如我们要做一个跨页 而且这个跨页是有联系性的 那我们可以用一条线串起来 然后在这个线路上 划分好四个区域 用来放图和贴票据 然后再根据这些区域 把相关的内容放进去 首先我们可以把故事发生的地点 和时间写上去 当成一个标题 标题呢 可以在整页的最上方 写的时候呢 稍微倾斜一点 这样版面看起来会更灵活 标题写好以后呢 可以配一个相机的小图案 表现的就是一天的记录 开始了 事件一 这天呢 我跟娜娜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 吃了一顿好美味的午餐 那就可以把最喜欢的食物画下来 画的时候呢 先用勾线笔画出简洁的形状 在画外形的时候 线条连接的地点可以不封口 轮廓间留出一些空隙 看上去呢 会更轻松一点 在画食物的时候 尽量用简洁的线条 来概括食物的外形 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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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下方 为了吃到美食 我们可是排了整整一个小时 而这个小插曲 就可以写在图案下面 例如排队一小时吃到的美食 好满足啊 开心 事件二呢 就是除了吃到美味的食物之外呢 我们还无意中呢 逛到了一家很文艺小新兴的首饰店 里面的首饰呢 全是动物图案 真的好喜欢 而且非常的有爱 而在绘制这个小故事的时候呢 就不一定要把店铺给画下来了 这样的话呢 太复杂了 可以简单一点 例如这是我当时买的一条 超喜欢的火烈鸟项链 画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小物品 就可以了 画的时候 把图安排在右边的位置 这样和上面的图 是一个对角的板面 我们只用画出火烈鸟的轮廓外形 上面的细节呢 是可以省略掉的 项链部分 不用全部画完整 可以只画出一部分 现在这样看起来 稍微有点单调 那么我们就可以添加一些小装饰 火烈鸟下方呢 画出露出一角的纸 还有项链的吊牌 这样呢 画面就比较整体了 然后呢 再把地址写在图案的左边 文字也可以加一个标题 这样文字的板面层次感呢 就会好看一点 最后呢 整体看起来会有一点细水 我们可以把线路给画出来 一条曲线就能把板面分割开 这样两个小事件就完成了 左边一页的小故事 画完以后呢 再到右边一页 这是事件三 来到了一个小星星的街道 我们可以把风景图 安排在右上角的位置 因为板块大的区域 放上面与左页相近称 这样呢 对页看起来会平衡一些 而绘制风景啊 我们要学会简画 简画复杂的景物 其实就是忽略细节 先从近处开始画 越近的景物呢 是越大的 画的时候呢 要把一些繁杂的地方都省略 只用把标示牌 房屋的轮廓形状 用单线条画出来 而中间一部分很复杂的地方 全部简画 有的地方呢 甚至是忽略了 不画 而茂盛的树呢 用一些小笔柱 来画出树的轮廓 然后在轮廓内 用一些小弧线 来表示树叶 并不需要把每一片叶子 都画出来 画风景 就是要变繁为简 以概括的形式来画 远处的房屋 可以更加简洁的 用线条 以块面状来表现就可以了 而左边的街道 只需要画出一些树的轮廓 和车的大概外形 不需要画完整 最后呢 在街道上画一些横线 来表现地面 这样街面呢 才不会显得很空 然后 然后这幅风景画就画好了 这一页下半部分其实就不用画了 可以把一路上搜集的各种票据利用起来 用纸胶带贴上去 一是可以作为纪念 二呢也是可以拿来当装饰使用 而右边的空白部分写上一些当热新奇水笔 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来上色 上色呢其实很简单 只是在之前的上色要点上多了一点 一是配色呢不易过多 第二呢是适当的留排 第三呢就是用笔要轻松 比如说我们要把第一个内容涂上颜色 涂色的时候呢可以尽量沿着轮廓线涂色 下笔的时候呢轻松一点 然后不用全部涂满 要有适当的留白 这样涂案才会显得轻松一些 然后颜色呢不用太多 这种小的涂案两三个颜色就够了 你看这样涂上颜色之后 画面效果就更丰富了 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一页涂完整吧 这一页涂完整吧 而风景的涂色呢 颜色可以相对于多一点 因为风景要比一般的小图案更复杂一些 但是颜色也要控制一下 四到五个颜色就够了 也是沿着轮廓线上色 不要涂得太满 如果风景颜色涂太满的话 会显得很闷 不透气 前景的颜色可以涂丰富一点 细节多一点 而给素涂涂色呢 可以用一些小笔处 像是绕圈的方式 把一些叶片的地方涂一下 就OK了 而远处的景物 可以大块面的涂色 涂浅一点 这样上色很快 而且画面看起来也很轻松 也很丰富 好了 这样一个手绘旅行笔记就画好了 除了刚才旅行笔记中用到的图案 在旅途中 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美食 小物 风景等等 那么应该怎么样来简化它们呢 我们会在课后的资料包里面提供给大家更多的图案素材 我们会在课后的资料包里面提供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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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旅行的资料包里面提供给大家看